然後聞完之後 接著回來我們再拿茶杯喝茶湯 採索團團真真聽到地獄的水面 並第一次來提供這專業的地心流程 大家除了真真聽說 要真真真一杯一杯來試喝各種地盤的滋味 向上討論隨時記錄 為了提供他人鄉紅茶來做好功課 來到這邊是希望讓很多的朋友 透過這次的行動 了解我們整個亮點茶莊計畫的一個 出發的一個目的 那我們希望讓台灣的茶莊 能夠像法國的酒莊那麼的優雅 對此臨紅茶煮味 即使地獎也推出地包DIY 為口味的酸茶和包裝都是自己來 一人傳的體驗平定 讓菜索團團感到正確實 對歐洲地獄的創意無憾 也推薦大家一定要來體驗看看 蠻適合帶小朋友一起過來這邊 因為就是像這樣簡單的DIY過程 其實是蠻適合親子一起做的 那藉由這樣的過程也可以這樣想一次更了解 原來我們喝的茶是怎麼樣來的 他們不再只會喝奶茶而已 也會喝紅茶了 很棒 就覺得很好玩啊 然後覺得工作上面的紓壓獲得獲得 由每天網路部落客 在這裡是參加民宿業者所造成的菜索團 看上去到鄉有一些攤紅茶 品質優良 而且很有市場競爭力 因此不斷做團前來參訪 這對著地獄業者來說 也是最好的組合行銷的機會 那這些採線團跟這些遊客來到這邊 就是我們最好的一個廣告 那因為透過他們的回去跟家人 跟其他朋友分享 進而來做體驗 所以說他們他們的觀點 跟一般的消費者的觀點 也不太一樣 他們是針對說專業 因為我們可以形容不同的部落客 他們可以使用專業的體驗 所以說他們的專業體驗裡面 我們可以從他身上得到回饋的時候 我們可以做修正在新的體驗活動的時候 可以加入這些元素 那也希望透過茶的這個品質的提升 到品牌的建立 到品味這樣的一個生活的一個境界 能夠讓台灣茶文化整個提升 在市場影響之下 市場的地獄已經分分專業 變成競爛好勝出味 還會當核實地下 市民眾賺到價值 全能體驗平衡紅帝的好處 記者 金平山 蔡航佛道